中秋节就是要烤肉 高雄市凤山区 一成立中秋前夕 举办风节烤肉大会 摆了近白桌 让民众尽情开烤 左边跟右边都有 想要让小朋友来 来 今年天方很弱 尽管中途下了狱 民众仍不减兴致 雨停了继续烤 风节得事先申请 在男子却有民众在红绿灯下 搭棚子烤肉 占据了一整个满车道 满摩托车道已经整个占据了 对啊 所以比较危险 而且又在那边放鞭炮 不一样 你如果好落后 没看 放在那里不安全 开车的人或骑车人 我还要特地违规 绕过双向的双向线道 这样子 那如果路间市路口那边 帮我拍照来怎么办 机车航前的红绿灯下 暂地烤肉 其实去年也一样 影响交通 恐怕也让自己陷于危险 警方获报立刻到场劝阻 远景到场建 该机车航员工 与该处占用道路烤肉 先行劝导 再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处新台币1200元至2400元罚款 另外在三明区阳明路的人行道上 也有一大群的学生 不顾行人权益 架了一整排的架子在烤肉 同样也违反道交条例 高雄市政府也禁止民众在公园内烤肉及放鞭炮 违反的话要处1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还 中求烤肉为了荷包起见 千万别触发 TVBS新闻徐继红 高雄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